即是等於陶傑那個混蛋 他偶爾都會說兩句 在我頭頂上 即是你沒有材料才扔招而已 有材料才扔招而已 有材料就給你屎屎吃吧 十九才子 下次有機會餵屎屎給你吃 有材料就給你屎屎吃你吃不吃 有材料 這些人陰陽怪氣 又不敢開名 打擊我們的人 你不是把他講的片段放在網上 有警察聽嗎 說話在陰陽怪氣 這傢伙 即是 我們對這些人 其實提他的名字算笨蛋 所以這個十九才子 我又很高興 因為那個名字也是我起的 現在網上不知多流行 我起的名字都行的 你明白嗎 每次都要起的十九才子 為什麼不是十八才子 要解釋一番 你明白嗎 挺好的 解釋那個女生 哎呀 怎麼這樣 原來這樣 挺好的 十九 為什麼不是十八 有時候我都覺得 我的爛機不會輸蝕給阿牛 尤其是對這個陶傑 我幫他改一個翻名叫十九才子 真是沒得定 是嗎 沒得定 是嗎 即是我們做人 不要這麼十九 他很流行的 你明白嗎 間中他 即是這些人的 心態是怎樣問問 Andrew 在心理上 你怎樣分析這些人呢 他又不會正面罵你 我們罵人家開名的 好像我罵你陶傑 你仆街啦 我開名的 是不是 真是不拒絕 你仆街啦 開名的 那他覺得你不敢君子 是嗎 他開名 開名不是嗎 可能他們覺得是這樣的 但他有時候說多了 又被人被人射了 再次說搞菲傑那些東西 是呀 他最近又罵這個MJ 是呀 不是又被人拒絕 他就是 那個他開名的 是呀 他打算死了 死了 死了 原來十九才子是這樣的 死了那些就是開名 未死那些不是開名 幸好他沒有說你的名字 還健在 說你的名字 送你一程 他叫我狂貓 是呀 癲狗不是呀 我狂貓 我狂貓 不如狂爭吧 狂貓 人家知道是說癲狗 癲狗就是說我 是呀 他是不蝕提我的名字 三個字 就是屬於不蝕 我不會說黃毓民三個字 要朗口 說完之後 說完要朗口 你明白嗎 不是可能說完發酷夢 害怕 我記得前年有一次在書展 有一天查萊蓉他講話 我又去跟查萊蓉打個招呼 他坐在那裡 我看都不看他 07年 他的樣子很鬼祟 好像害怕我說 這個人瘋了 想打我 我也有恐怖 很害怕 等我走了 他才 唉 整個人才能靜點 做人做到這樣 唉 唉 為甚麼要對我這樣 你害怕甚麼 是吧 你害怕甚麼 很害怕 是吧 即是他會害怕大迷講錯 我忽然間都會咒他 你明白嗎 即是說話罵他 現在你瘋了 是吧 我有時真的會這樣做 瘋了你 真的是